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在华夏大帝五千年历史长河中,涌现出了很多备受争议的帝王将相。 今天要说的这位,正是统治清朝十三年的雍正皇帝。 在很多人眼里,雍正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暴君。 虽然正史中没有太多负面的记载,但在野史以及地方志中, 还是能够捕捉到有关他世兄、贪财、厚涩的细节描述。 当然,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。 如今几百年过去,岁月对于雍正帝的功过早有评判。 虽然他的名声不如康熙,乾隆响亮,但一生的丰功伟绩依旧值得称赞。 清代史学家昭连曾说, 宪皇在位十三载日夜忧寝毫无土目,声色之鱼, 故当时国库封营,人民附属,良友遗业。 说其雍正帝一生的贡献,最值得中外学者赞赏的就是官身一体, 当差纳粮制度的施行。 在过去的封建社会,税收制度相当严苛, 每一年,朝廷都要向百姓征税纳粮, 但却将官身排除在外。 说白了,就是当官的不需要上缴任何税收。 清朝虽然被后世贬得一文不值, 但是有一个贡献是毋庸置疑的, 就是对于国土面积的扩张。 康熙年间,康熙皇帝觉得国土面积增大, 农业有发展的潜力, 于是就下诏,激励百姓耕作。 可这一诏令并未得到积极响应, 经过调查后发现, 是因为劳动力数量未能增长的原因。 而人丁税则是限制人口数量的一个重要因素, 百姓们能耕作的田地数量有限, 倘若添加人口的话就要缴纳更多的税, 因此人口数量一直在维持在一个标准之内。 康熙51年之前, 少数大臣也感觉到了这个问题, 向康熙提出了丁随良行制度。 他认为,税收不能按照人数来决定, 而是要根据百姓们的耕田面积决定。 康熙皇帝也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合理, 于是就想着废除此制度。 不过,在康熙帝眼中, 饭是一口一口吃的, 丁随良行的制度对于百姓自然好, 可这却相当于动了乡绅富贵们的蛋糕。 因此,康熙皇帝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, 资生人丁永不加富。 康熙51年康熙下令, 各职省都府将现金钱粮山策内有名细数, 物增物减,永为定额。 其字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, 编审时只将增加时数查明, 另造轻册奏报。 康熙皇帝先是做了一个国库资产与人口数量调查, 并将其记录在册, 然后以此为标准征收人丁税。 康熙50年之后再出生的人口则不进入税收。 果然,这一政策遭到了豪族们的强烈抵制, 康熙皇帝也倍感压力, 不敢再执行下去了, 随后不了了之, 留下一个烂尾工程, 只是在康熙55年、 1716年在广州进行了一个试点。 康熙不敢, 雍正敢。 1722年, 雍正皇帝即位, 雍正皇帝可不管那么多, 以强硬手段执行贪丁入母的收税政策, 直接按照百姓们的耕中面积进行税收。 自1723年以后, 河北、山东、福建等众多省份先后实行。 到了1727年, 这项政策基本普及了全国。 这项长达2000多年的不合理政策, 人丁税, 终于废除。 这项政策对于百姓们的好处无疑是巨大的。 自从番薯以及玉米营种我国之后, 百姓们的粮食收成大大提高, 而随着人丁税的废除, 人口数量呈现暴涨趋势。 根据《青十路圣祖卷》中的记载, 刚期时期的人口数量一直在2000万人左右, 期间因为战乱以及众多原因, 人口数量一度还出现下降趋势。 然而, 随着雍正临朝以及贪丁入母的执行, 百姓变得富裕, 人口数量直接暴涨, 直到乾隆初年, 人口数量已经突破了2亿, 人口暴涨了10倍, 之后也是一路高升, 很快进入3亿, 而这一切基本都是雍正皇帝的功劳。 而另一个辅助原因就是推广了玉米、土豆、红薯等高产农作物。 高产作物生长能力极强, 田梗、荒山等不算做耕地面积的地区都能成长。 举个例子, 清代山东红薯种植面积近乎零, 然而乾隆50年代, 山东种番薯, 一亩种树十淡, 胜古朴二十倍。 道光年间, 来州府荣城县种植番薯, 当地人民达到了日食长左的程度, 当时有田家饭菜一半的谚语。 很多算作水稻小麦种植的地区, 同时也在生产大量高产作物。 清朝时期, 甘薯的传播速度更快, 除山西、甘肃两省之外, 其他各省在清初一百多年间, 亦及1798年之前, 先后引进甘薯, 并很快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之一。 在一些地区流传着一季红薯半年粮的谚语, 由于甘薯的产量高, 适应性强, 所以迅速得到推广, 并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食物保证。 西北山区人民人均耗粮比东不低, 由于粮食匮乏, 西北山区是高产作物广泛推广的地区, 粮食浪费也元小于粮食充裕的东部沿海。 同时, 人们更能忍气挨饿, 食量也偏小。 高产作物在西部的大规模推广, 使得西部大量本来无法种植粮食的荒山野岭, 得以进入人口, 极大促进了人口生活区域的增长和人口增长。 高产作物传入明朝, 主要是福建沿海, 确实解决了福建山区的一些粮食匮乏, 然而东部本身原不如西部缺粮。 中国这么大, 高产作物的广泛传播需要的时间本来就很长。 高产作物推广到西部是清朝的事情, 以明末, 高产作物未能解决粮食困境, 而论证高产作物无用, 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观点。 但阳光所到之处, 必有暗影相伴。 康熙皇帝非常懂得维护自己的名声, 他知道笔杆子都掌握在官身手中, 因此人丁睡的蛋糕, 康熙不敢动, 而雍正皇帝即位后却动了这块蛋糕。 百姓们虽然欢呼雀跃, 可他们没有闲下时间以及文化基础歌颂带给他们好处的君王, 而那些官身们却有的是时间以及精力, 他们集体采用闹事、 罢考以及诽谤雍正的手段, 来让其知难而退。 众多抹黑雍正的也是小说, 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。 雍正皇帝也一次落下了武术骂名, 反观乾隆皇帝, 并没有什么作为, 却坐享其成, 享受到他老爹带给他的果实, 主要的工作就是游山玩水, 还落下一个康乾盛世的美名, 如此清闲, 怎能不长寿。 至于雍正, 号称最勤正的帝王, 在为的十三年时间里批阅奏折, 布本, 通本, 就达到了三十万件, 还留下一千多万字的批注, 甚至有些奏折的批注字数上千字, 平均下来每天要批注两千字以上。 除了文质方面的成就, 雍正还做出了另一项壮举, 那就是, 平定西北的准戈尔叛军, 并统治西藏。 经朝虽然统治中原百年之久, 但一直深受外来力量的侵扰, 雍正继位后, 为了稳固国家安定, 毅然决然向准戈尔与西南图斯开战。 雍正六年, 获得卫葬战争胜利, 八月, 插浪阿, 麦禄领北陆军, 周英领帅南陆军, 同抵拉萨, 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一统之后, 雍正帝正式开始推行改土归流。 目的很简单, 为的就是架空吐司的实权, 将他们划归可以随时任免的留官。 这一改革制度的施行, 有效减轻了当地领导者对于民众的压迫。 其实, 这一举措看似简单, 实则困难重重。 少数民族地区民风彪悍, 大多数人并不认可亲王朝的统治。 那么, 雍正皇帝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呢? 据史料记载, 雍正帝在推动改土归流政策时, 下令当地守军能够使用武力进行镇压, 尤其是对于一些具有反抗实力的乡寨, 正是这一决定让他背负上了暴君的骂名。 但不得不说, 武力具有两面性, 在这场制度大变革中, 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除了文治武功方面, 雍正帝还大力重用汉族官员, 并整治励志, 整顿财政, 提倡积极接触西方事务, 为民众思想上的开放打下了基础。 著名历史学家萧一山曾这样评价他, 世宗刚毅明察, 纯系政治家之作风, 认法上连, 力道澄清, 库葬充裕, 海域亦安, 扫出数百年来无为之消极思想, 社会亦不至停滞而不尽已。 可见, 古代中的任何一位帝王, 后世在对他进行评价时都是褒贬不一。 雍正皇帝虽然缺点很多, 但他对后世做出的贡献, 不应该被埋没在历史长河之中。 始至于是, 教士は他成功的哦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